电视机拍下一群黑衣男子穿过马路 全部聚集到这个路口 突然两个人开始动手动脚 一人被推到水槽旁 转身再次冲向白衣男子将人推倒 过程中还有人遭刀具砍伤 事发在22日晚间8点多 熟熬一家面店前 而发生冲突的双方都是熟人 但却因为鸡块产生口角 导致面店老板被持刀的王姓少年砍伤 据了解王姓少年朋友之前到面店消费 店内员工请吃鸡块 22日换王姓少年到店里消费 讨要鸡块确招拒绝 因此开始数落员工 而蔡姓老板前来理论后 双方发生冲突 随后王姓少年找来朋友助政 过程中面店老板不幸遭少年 持刀砍伤 目前蔡姓老板没有生命危险 但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面店事发后仍照常营业 但对事件都保持低调 而八名犯嫌也将以防害秩序 及伤害等罪嫌 移送宜兰地检署进行侦办 记者林医生宜兰采访报导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